当时拜赵立荣老师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没跟人说就给拜了呀 不是 那这是我们团长 我们团长说的 我是97年拜的赵立荣老师 那是我们团长说台小品 那这我戏剧作科我师父知道 戏剧作科那这 严小品就不会演 就说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个老师 就是赵立荣老师 当时赵老师已经非常火了吧 太火了 那这是96年 92年那汤根一下就火了 96年的时候这样的如此包装 特别火 我就想见见赵立荣老师那这 那这就说拜不拜师 人家收不收是次要的 能见到老太太 我就行 就很高兴了 结果就是97年 96年见到赵立荣老师 97年我们团长就是 就是撮合一下拜的师 我估计你们团长肯定又像这种方法 给人叫来 那后来以后我们团长就说了 就是我师父00年去世以后 就是赵立荣老师 去世友就说玉梅啊 我再给你找个师父 你找个老师呗 我说一开始我就琢磨 我说行嘛 我说我有师父了 人家这个是吧 他说没事 他说你现在你不能停留在现在的当前 你还得往前面走 你还得学习啊 我说那个谁 我说您您说谁啊 李文琪老师 哎呦我说我愿意呗 我说人家收我吗 我说收不收啊 也是我们团长在中间就是撮合这个事 他说行了你甭管了 这事交给我了 我们团长所有的都是他给操办的 结果来了 李老师往那一做事 你们就一跪拜师了 对呀 李老师 这早就好吧 一看你 哎呦我说还有这么张的事呢 他说您请坐 我们就坐在那横幅底了 好接着这五个人趴地就磕头 一坐您当时就觉得像您这样的人 肯定就不好意思了吧 不是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呀 我要是收人家图的呀 我必须得有机会去教人家 我如果不能教人家 白当人家师父这叫什么呀 而且还给对方增加负担 对方的思想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年了节了还得来看你 平常您有个什么事人家还得管 还得过来看看什么的 可是我又不能教人家 您这这个师父当着有什么意思 最好能跟他们说说戏 拍一拍戏 这才不妄为师父 这才不妄为师父 我可以说他 我愿意识到你 我愿意识到你